众所周知,在漫威电影《主宇宙》,钢铁侠对小蜘蛛那是犹如亲爹一般啊 那具体,Tony都做了什么亲爹行为呢? 在美对三内战中,钢铁侠第一次见到小蜘蛛,就被他舍弃自己的时间,去帮助他人打击犯罪的精神所感动 因为那个时候Peter只有16岁,这么小的孩子竟有如此觉悟,很是难得 在后面的内战中,小蜘蛛被变大以人打飞的时候,Tony便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慌张 他害怕这个孩子会因为他而牺牲,所以在后续的日子里,Tony真的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Peter 不仅如此,Tony还给他的装备进行升级,如何运用自己的超能力,对此应对不同的危机 在蜘蛛侠英雄未来里,小蜘蛛被反派扔进了水里,在快被淹死的时候 Tony及时出现,救起了水中的Peter Tony之所以会来得这么快,就是因为之前自己被困在沙漠中,没有定位系统来救援 自己受过的苦,当然不能让孩子再受了 所以他把定位系统装在了小蜘蛛的战衣里 等他遇到危险时,可以及时救援 老父亲只是超岁的心 在小蜘蛛动得发抖的时候,Tony顺手打开了战衣里的夹热器 因为在钢铁侠三中,Tony在雪地里也是动得瑟瑟发抖 苦了自己,不能苦孩子呀 所以Tony就把夹热装置放进了蜘蛛侠战衣里 在复仇者联盟三中,小蜘蛛跟随外星飞船上了太空,但因为他的战衣没有太空作战能力,不能提供氧气 这时Tony召唤出了专门给小蜘蛛量身定做的纳米战衣 并且还主复星期五,送小蜘蛛回地球 种种迹象表明,Tony确实太害怕失去小蜘蛛了 因为Tony早之前就说过,如果Peter死了,那便是我的错 因为自己吃过的亏,所以Tony也一直培养小蜘蛛不要过度依赖战衣 所谓苦了自己不能苦孩子嘛,直到复连三中 小蜘蛛最后被灭霸的墙使带走了,Tony对此懊悔不已 再回到地球的第一句话,信信念念的也是Peter 时候的五年里,Tony一直致力于找回大家的方法 因为他更想救回Peter,一直到他们在大战场的拥抱 Tony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Tony连自己牺牲都已经预料到了 于是小蜘蛛便拿到了能控制Elise的眼镜 可见Tony对Peter的心真是老父亲的心 种种迹象都表明 Tony真的把Peter当成自己的亲儿子 是每对见了都要眼红的程度啊